南医书局国语意下 语文天地三 我会写卡片 印第安少女莉莉被虎克船长抓走了 幸好彼得潘救了她 于是莉莉写了一张感谢卡给彼得潘 执事的写法 彼得潘,谢谢你救了我 希望你没有受伤 祝身体健康 莉莉上,6月10日 想对别人表示感谢或祝福时 可以写卡片送给对方 想一想,卡片除了写出想说的话 还需要哪些讯息 才能让这张卡片更完整呢? 利用附件2 写一张卡片给家人吧 恒事的写法 妈妈,您为全家做的晚餐很好吃 我爱您 祝生日快乐 温地敬上 5月14日 认识标点符号 问号 湾水管 滴水珠 有问题就用它 你会来看我吗? 长颈鹿的斑文怎么不见了? 春雨是什么颜色? 惊叹号 长水滴 小水珠 一用它 情感强 学校的花开得好漂亮 谢谢您 它高兴地大叫 好咯,好咯 啊,我忘记带雨伞了 阅读列车3 乐乐怎么还没来? 动动脑 文中的他和我分别是指谁呢? 圈出正确的人物 并说一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大早 安安和小美坐在教室里看书 安安问 乐乐怎么还没来? 是啊 她平常都第一个到学校 小美说 上课时 安安举手问老师 老师 乐乐是不是生病了? 老师点点头说 对 乐乐得了肠病毒 如果能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就能预防肠病毒哦 我们一起来学洗手的方法 小美举起手说 我知道洗手的方法了 那等一下吃饭前 要记得把手洗干净哦 老师笑着说 我知道 一 乐乐为什么没有来上学 二 说一说正确的洗手方法 有哪些步骤 亲爱的小朋友 谢谢你用心预洗本单元 我们周六见 好